在人文与自然生态的空间里 启发孩子们的无感体验 谢琼莹与她的姐姐在桥头堂场内 建置一间赋人文气息与自然生态的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下 可以打开孩子的无感体验 启发学龄前小朋友的感官体验 所以每次我们在课程的引导 我会运用不同的方式 就像今天我的课程 我们运用的一些音乐肢体 那孩子会从音乐当中 他们会感受到快乐的氛围 然后再来在音乐的歌词里面 他们会认识到不同很多的动物 然后他会了解到说 不同的一些动物的生态 因为毕竟比如说 我们今天是小青蛙要找老婆 他就不可能找一次公鸡结婚 他也不可能找比如说乌龟 他会找同属性的 这个其实这是我的 算是一个间接的目的 我的直接目的是在我的课程当中 让孩子尽情的享受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可是我的间接目的 我觉得我也达到了 因为孩子他会有一些音乐的熏陶 甚至于他会有一些其他相关生态的一些 知识上的认知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课程当中的安排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会运用多元的方法 去引导孩子做画 谢琼瑩老师的绘本课程 透过音乐与故事绘本的方式 先启发孩子对绘画主题的认识 接着再让孩子动手绘画 当孩子绘画告一段落后 以典型时间交流 让孩子们加强当日学习的记忆 孩子在没有压力与框架的环境下 都能快乐又充满活力的学习 史上新闻 黄慧如花开节 高雄采访报道